为什么国母宋庆龄的先人不姓宋 为什么宋庆龄练孙中山先生一生 死后却拒绝与他合葬 这里是宋氏祖居 宋庆龄的高祖 曾祖 祖父三代都居于此地 父亲宋耀如于1861年在这间祖居里诞生 宋矮龄 宋庆龄 宋子文 宋美龄 宋子良 宋子安 宋氏姐第六人 居为我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他们的父亲原名韩教准 年少时由于家境贫寒 被舅舅收为养子 从此改姓换名为宋家树 宋家树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亲密战友 宋庆龄从小就听着父亲和孙中山的事迹长大 长大后给孙中山当了秘书 后来宋庆龄跟着孙中山南征北战 不仅成为了孙中山的妻子爱人 更是成为了他的革命同志和灵魂伴侣 可惜相伴才十年 孙中山先生就因病过世了 去世前他的口中仍在念着和平奋斗救中国 自那以后宋庆龄永远只输一种发型 只穿那一身黑色旗袍 他始终记得丈夫的临终嘱托 我之所有及你所有 此后的五十多年 宋庆龄将丈夫的理想 当成自己的理想 整个余生都在为和平而奋斗 情深至此 他为什么不愿意和孙先生合葬呢 宋庆龄在生前常常说 孙中山安藏在中山林 他是伟大的革命家 要接受人们的瞻养 我不应该去瞻他的光 不能生同亲 不求死同学 只背负着对方留下的理想 独自前行五十多年 也许这才是最伟大的爱情吧